全球几部极限运动的电影 全程屏住呼吸看 看完紧张到手心出汗了 暴力街区典型的美国动作中等制作片 有动作巨星保罗加上动作戏本色 出演的跑酷创始人 然后这部电影的大戏如行云流水般 文系更是揭示社会黑暗加政府腐败以及做人道理 大哥虽然贩毒杀人组织黑帮 但是从来不撒谎 做人有自己的道 至于后来为什么大哥能当上市长 我想是民主吧 整个暴力街区的人都被大哥已经动人征服了吧 出人不如逐心 与情虽简单但不够血 狗阵之主用胶片喝过铺 渲染出整个夏天的过躁和惨白 单氛围就让我彻底瘫痪了 整部电影就像是一首L.O.F.I. 而充满道音强的Serv 哦 这就是传说中的风格电影不是吗 灵魂冲浪人真人改编的励志片 看到最后真的是感动得快要哭 有一阵子没看过这么干净的电影 阳光 海浪 少女 励志 然而诉求简单并不代表执行起来就容易 无论多维或平面深刻或肤浅 重要的是真诚的聚焦 你就会得到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 就如同我始终相信 无论你贫穷或富有英俊或丑陋 只要你真诚并始终望 127小时截罗德有些被死 需要怎样的生存意志 才能让人愿意付出自己断骨截肢的代价 电影在最后几分钟给出了答案 为了活着 遭受巨大的痛苦 Aaron并不是打算拯救世界 他想要的仅仅是继续活着 他也确实实现了冤枉 经过127小时的挣扎 重获新生的毒病 Aaron和家人团聚取妻生子 继续他户外运动生涯 切胳膊 另一路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疼 127小时截罗德有些被死 需要怎样的生存意志 才能让人愿意付出自己断骨截肢的代价 电影在最后几分钟给出了答案 为了活着 遭受巨大的痛苦 Aaron并不是打算拯救世界 他想要的仅仅是继续活着 他也确实实现了冤枉 经过127小时的挣扎 重获新生的毒病 Aaron和家人团聚取妻生子 继续他户外运动生涯 切胳膊 另一路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疼 导演对于感官信息的视觉传达 做得很成功 绝命海拔在超越人类极限时 意志里让我们走得更远 生活也是 在大自然面前怀有敬畏之心 每一处攀爬都让人揪心 有人回来 有人永远地留在那里 不谈为何冒着远命的代价 去征服世界第一级 这样一护那样 影片中没有所谓的诺书和英雄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